糯米提前浸泡两个小时 猪肉馅中加入葱姜 盐 鸡精十三香 料酒 海鲜酱油 一个鸡蛋黄 一勺干玉米淀粉 顺时针搅拌至上劲 团成圆球 裹上糯米 水开上锅蒸20分钟 蒸熟 蘸着番茄酱 好吃的糯米珍珠丸制作完成